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从赤贫乞讨放牛为生,再到创立大明,这是一个大奇迹。 在这个奇迹的背后,朱元璋的狠毒、手段、耐心等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 治政15年即公元1355年,郭子兴病死。 郭子兴死后,红金军有三股势力,郭子兴的儿子郭天旭,郭子兴的小舅子张天佑和朱元璋。 当时,小明王韩灵儿的龙凤政权颁布圣旨,让郭天旭担任都元帅,张天佑担任右副元帅,而朱元璋则担任左副元帅。 朱元璋虽排在第三,可他却掌控着一半以上的兵马。 朱元璋如果要一家独大,他就是必须干掉郭天旭和张天佑,可他没有立即行动。 28岁的朱元璋决定隐忍,他接下来的手段让后人真正了解到朱元璋是多么的可怕。 朱元璋当了皇帝后,对自己这段历史刻意隐瞒。 太祖高皇帝实录,卷三这样记载, 天佑寻自伯归姬度尊道席,推子兴之子为都元帅,天佑为右副元帅,尚为左副元帅。 上约,大丈夫宁能受至于人耶,岁不受。 这明显是给自己脸上贴金,朱元璋其实是接受了。 寄人篱下根本不是朱元璋的作风,尤其还在郭天旭和张天佑之下。 当时,郭天旭很年轻,张天佑又正直壮年,老大和老二直接抱团后, 完全没有朱元璋这个老三什么事情,尽管他手中兵马最多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,朱元璋想到了一招借刀杀人。 当时,老三朱元璋能掌握大军进攻方向,这为他借刀杀人提供了可能。 1355年夏天,郭天旭和张天佑准备大干一场, 结果两人被向朱元璋投降的,援军将领陈也先以银酒之名邀请到营中直接杀掉。 太祖高皇帝十路,卷三中的记载很诡异, 勿须,令元帅张天佑帅所部军功及庆。 己害,天佑等至方山,攻破佐达那时礼营,走之。 陈也先遂叛,与元福寿和兵来聚战于秦淮水上。 我是施力,天佑,郭元帅皆战死。 郭元帅,子兴之子也。 通篇没有提到朱元璋的计划,可他是最大的受益者,所以嫌疑最大。 郭天旭,张天佑是战死。 这是欲盖弥彰。 在《明本记》中找到了答案,九约勿虚,也先谋判,又杀郭元帅等数人。 朱元璋策划这一计划后,他要彻底斩草除根。 郭天旭,张天佑死后,郭子兴还有一个小儿子,再是郭天爵。 朱元璋也没有放过他,以谋判的名义将他杀掉。 吉庆之战,郭、张两人都被杀,郭子兴就不元气大伤,朱元璋从此成为最高统治,一战奠定了逐鹿天下的资本。